女人被囚禁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七年 受尽非人般的折磨 甚至为绑匪生下孩子 如今男孩已经五岁 五年来 她从未离开过房间 以为整个世界就只有房间这么大 天窗以外就是外太空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和房间里的事物打招呼 母子二人在这小小的十平米里 一起打扫卫生 做运动 跑步 做饭 电视就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 小男孩渐渐对外界产生了好奇 但女人为了保护他 告诉他电视里的世界都是虚幻的 只有房间里的事物才是真实的 小男孩对此深信不疑 绑匪老尼克会在晚上 给母子二人送来食物和生活用品 每当这时 女人会把儿子放进衣柜睡觉 不让他看到外边发生的事情 今天是小男孩五岁的生日 母子二人一起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庆祝 晚上 老尼克如期而至 却没有带来维生素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男孩来说 维生素是必不可少的 老尼克表示 这东西太贵 还没有作用 原来他已经失业半年了 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半夜 小男孩还是没有忍住好奇心 偷偷走出衣柜 缓缓走到床边 看着床上熟睡的二人 突然 老尼克睁开眼 这时 女人醒了 一把推开儿子 他不想让老尼克接触儿子 这让老尼克十分恼火 对女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用枕头捂住他的头 差点让他窒息 第二天 为了惩罚他 老尼克把房子的暖气断了 在这寒冬腊月 对于母子二人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女人从无数次想逃出去 可都没有成功 老尼克还将房门换成了铁门 加装了密码锁 他甚至想过自杀 但自从生下小男孩 便渐渐放弃了这个想法 而如今 老尼克已经失业 根本养不活他们母子俩 要想要活命 必须得逃出去 于是女人将真相告诉老儿子 告诉他 房子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电视里的人都是真的 老鼠是真的 狗也是真的 可小男孩五年来 从未接触过外界 他甚至认为 老尼克给他们带的食物 都是从电视里变出来的 他对母亲的话 一是无法接受 但是看着伤心的母亲 小男孩思考了一夜 渐渐地开始接受 母亲所说的事实 而女人也想到了 让儿子逃出去的办法 女人用一百度热水 擦拭儿子的脸颊 她皮肤被烫得通红 女人依旧没有停手 还将手伸进喉咙 将呕吐物涂在儿子身上 让他闻起来臭臭的 这是为什么 原来母子二人 被囚禁在房间里几年了 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子装病 然后绑匪就会把他送进医院 接着他只要把 事先准备好的求救纸条 交给医生 就能获救 这计划看似天衣无缝 然而老尼克老奸巨华 摸了摸滚烫的小男孩 还是不肯冒险送他去医院看病 只是答应 第二天带退烧药来 说着便摔门而出 没有办法 装病不成 那就装死 于是母子二人开始训练装死 女人让小男孩躺在地毯上 然后将地毯卷成一坨 还告诉他 当开始摇晃 说明老尼克正在开车 小男孩就要趁机 从毯子里滚出来 然后跳车 找路人求救 母子二人一遍遍训练着 女人将一切的细节都告诉儿子 第二天 老尼克拿着退烧药来了 发现女人抱着小男孩的尸体在痛苦 还不停地责怪他没送儿子去医院 果然 老尼克被女人逼真的演技骗到了 最近会止不住地想念 老尼克答应了 殊不知 这是女人在为儿子争取更多跳车的机会 女人还让老尼克发誓 不要用她的眼睛玷污小男孩 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她打开毯子看 看着伤心欲绝的女人 老尼克没有丝毫怀疑 答应了 说着便抱着毯子出了门 将小男孩的尸体丢上了皮卡车 车子发动 小男孩开始感觉到摇晃 回忆起母亲说的话 他拼尽全力从毯子里滚出来 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这是五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场景 他看着蓝天白云直接呆着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个神奇而陌生的世界 小男孩努力地站起身来 准备跳车 没想到 车子转弯 又将他甩回了车内 这声响引起了老尼克的注意 他被发现了 五岁男童鼓起勇气跳下车 想摆脱囚禁了他五年的男人 这是他唯一的逃跑机会 他强忍着疼痛 跌跌撞撞地往前跑 老尼克在后边不紧不慢地追 小男孩一不小心撞到了路人 摔倒在地 老尼克赶紧上前 拎起他就要把他抓回去 小男孩不停向路人求救 还掏出准备好的求救纸条 没想到被老尼克一把没收 路人见情况不对 表示马上要报警 老尼克害怕暴露 只能将小男孩丢在路边 赶紧开车离去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但是对于警察的提问 小男孩一问三不知 还好女警察耐心地引导他回忆 终于得到了有用信息 根据线索 警察很快锁定了老尼克家 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扬 他们脱离社会太久 小男孩甚至都没有接触过外界事物 当他看到窗外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他害怕地躲进母亲的怀里 面对陌生食物不敢吃 面对陌生人不敢说话 对于外界的一切他都充满好奇 但又很胆怯 经过几天的观察治疗 母子二人终于可以出院 女人的父母来接他们回家 却发现家附近围满了人 有各种媒体记者 还有关注他们的人 电视上全都在报道他们的事件 重逢虽让人兴奋 但是各种变故也压得女人喘不过气 父母因为她的失踪已经离婚 而父亲对这个羽绑匪生的孩子 似乎无法接受 甚至不愿多看一眼 媒体采访他时 问出各种尖酸刻薄的问题 这无疑是在接他的伤疤 这还不够 甚至还要在伤口上散烟 言外之意就是儿子本来可以 早点接触外界 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是女人的私心 让儿子与自己一起被囚禁 这一个问题 直击女人的内心 从这以后 女人患上了抑郁症 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幸好被儿子发现 被送进医院 母亲的自杀 让自闭的小男孩 逐渐鼓起勇气 面对陌生的世界 她开始和外婆一起去购物 开始和陌生人说话 和外公出去遛狗 和小朋友们一起踢球 她已经逐渐融入 外面的大世界 这天 她鼓起勇气 让外婆把自己的长发剪掉 正是这一束头发 让抑郁中的母亲 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这大概是小男孩 第四次救她了 第一次是小男孩的出生 让她有了活下去的信念 第二次是小男孩逃出去 找到警察把她救走 第三次是她自杀 被小男孩发现 第四次便是小男孩 剪掉头发 让她走出阴霾 直面生活 电影的最后 母子二人又回到了 那个囚禁了他们几年的房间 这一刻 他们战胜了心中的恐惧 放下了从前 走向了未来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现实情况比电影更加残酷 退色 可真实事件改变 婚愚 怒